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想到健康 在台灣本地 因為養殖技術的進步 買得到各式各樣的菇菇 包含了美白菇 紅喜菇 香菇 或者是杏鮑菇 蘑菇 金針菇 几乎是观众朋友 家常配备的 食材好朋友 菇类其实也是吃素的朋友 摄取优质的蛋白质 其中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用 各式各样的菇类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翔医生 林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曾鱼玄医生 大家好 我是曾医师 再来是钟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于雅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我是林卫文医师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王敏勇大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宏医师 我们常常在料理中用到菇 而且菇你会发现 各国的料理真的很百搭 然后中菜西菜都能吃 那对于吃素或者吃荤的人来讲 菇其实富含蛋白质跟膳食纤维 还有维他命B群 所以这个号称蔬菜牛排是有原因的 是 我们常常我们讲说 现代人是营养太丰盛了 常常会过一些大鱼大肉 那导致很多一些慢性病 什么代谢症候群 但是菇这个食物 是介于我们讲说 蔬菜有时候给人家感觉 蔬菜它营养比较不是那么的丰富 但菇是介于我们讲在肉类跟蔬菜中间 它可以兼顾那个蔬菜的高纤维 那又可以兼顾肉类的那个高矿物质维生素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食物 尤其是女孩子 其实台湾女孩子很多一些便秘 又怕肥胖 那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减重方法 倒不如多摄取一些那个训固类的一些食物 我就举一个临床我碰到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35岁的上班族 那他祖宿来这边来我们诊 主要他觉得他最近怎么浑身就是不对劲 除了很容易感冒嘴巴破皮 他皮肤变得比较粗糙 他很容易掉头发 那人就是累累的很晕晕的 那有一次他在上班开会的时候 还差一点晕倒 所以他决定来做一下检查 那我就问一下他的当然这一类的东西 我把他所有抽血咽尿 超音波这都做了一下 发现他其实只有轻微贫血 那轻微贫血照理说 不会有那么多奇怪的症状 可是我从那种奇怪的症状 我觉得他应该是 某一些营养素成分不足 那我就问了一下他三餐的状况 他说其实他以前是算还算均衡 可是他最近迷上去 他下班会去听那个奖金 就是很多师傅 那师傅的奖金他们讲掉 就强调就是不要杀身 然后不要吃很多的肉 去听着听着他真的受影响 他说他没有吃素 可是他去餐厅吃到肉的时候 他就想到杀身 他后来真的是逐渐逐渐 就不太吃肉 那连鱼也不吃 海鲜也不吃 几乎就快吃素了 那这样我就问他那你吃什么 他除了他说他会吃一些叶菜类之外 他很只是吃什么树肉啊 百叶豆腐啊树鸡这一类 我就说那你其他的一些 坚果类啊迅菇类啊 其实我觉得他吃素是可以的 但是东西不够丰富 他的吃素的那个食材太少了 那所以他导致我抽血看到 他白蛋白是偏低的 很多的矿物质 我们讲一些 其实磷大部分磷都是过高 他磷也高也低 钙也低 尿酸也低 其实全部都是偏低 我说你这个是一个营养不足啦 他连牛奶都不喝 我觉得他连牛奶都不喝 他牛奶他说喝了会有一点拉肚子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两个东西 我建议他一个是吃坚果类 一个就是迅菇类 他这样迅菇他好高兴 因为女孩子好喜欢吃菇类 那他就说他就真的很努力吃 三个月之后 我跟他讲他贫血也改善 我想菇类的那个矿物质很丰富 钙磷铁那些都有 那另外他的水肿也消下去了 那头晕啊 什么嘴巴破皮 我想嘴巴破皮 跟我们现在维生素B群比较相关 他B群不足的时候 就会疲劳 造血不足啊等等 那这些 那包括掉头发都是维生素缺乏 所以你会发现 他只有三个月 营养对一个人体是如此之重要 他自从改吃那个胜菇类之后 这些症状整个都改善 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 营养算是富足 但是大部分都多余 不是均衡的 你如果说有 我刚刚讲的一些 就懂你疲劳 嘴巴破皮 掉头发 皮肤粗糙 要多摄取一些 迅菇类的食物 所以吃素的观众朋友 其实豆类 然后坚果类 还有菇类 是他们摄取 优质蛋白质 跟植物性蛋白质当中 非常重要的来源 而且这些 富含蛋白质的素材 他通常也会富含 比较多的矿物质 跟维生素B群 他们相对上在营养素上面 也比较不会缺乏 我们讲营养均衡 就是要多元 那吃素跟吃荤 有一半不能选了 有些连蛋奶都不能吃 那个真的是 他只能选择这边 那这边之后 还是要均衡 我想讲说 其实全部的素里面 那些就均衡素 几乎都有 所以只要你吃多样 即使是吃素 你不能只吃叶菜类 那百叶豆腐更糟糕了 百叶豆腐其实不是豆腐 百叶是个很赞的 你要吃板豆腐 吃原始的豆浆 无糖豆浆之类 而不要吃那种 加工类的豆制 比如豆浆素鸡 这一类其实都 加工类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这样 那多元的摄取 各式各样的素食料理 这个还是正确的 而且聪明吃菇 其实对于我们的免疫力 有帮助 对 大家其实都知道 菇类跟免疫力会有关系 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朋友的经验 那我朋友大概30出头 他大概是在前年的时候 就是被诊断有红盘性浪床 可是他其实服药控制 一直都保持在 还蛮稳定的状态 但是结果他今年过年之后 他突然大发作一次 原本好好的人 又开始发烧 然后关节肿痛 然后皮肤又开始起疹子 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过年 每天都吃好睡好 躺在那边 也不用帮忙加饰 那怎么没事就发作呢 那我请他回去回想说 你有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他才回想说 因为过年过节就是 家里都会有人来送礼 那其实他之前也没有跟亲友说 他是红盘性浪床 他只有说 我免疫力比较不好 所以他就是有一些好心的亲友 他就带着一些什么 灵芝的萃取物啊 然后什么相关的一些补品 然后就是他想说 趁着过年 他也好好地补充一下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补一补这样 没想到就是连续喝了两三个礼拜 他的红盘性浪床居然大发作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菇类它跟免疫力会有关系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 其实或多或少 都含有一定比例的多糖体 那多糖体它是一个种类 它其实是很多的单糖体 去做组合 那不同的组合方式 就有不同种类的多糖体 那各个菇类 它其实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多糖体 那它可以 经由就是刺激细胞基础的分泌 那去启动我们免疫的机制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人 想要加强免疫力 那我们其实在饮食当中 多摄取一些菇类 就有很明显的帮助 可是如果你本身是 自体免疫疾病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 已经过度活药 活药到它已经去伤害 我们身体 就是正常的组织 那这种在补充的时候 就一定要非常小心 也许你偶尔拿来入菜 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长时间 大量的去吃高浓度的萃取物 我觉得这相对来说 就有可能过度刺激 反而造成免疫系统 比较不稳定 所以这些病人要在吃之前 其实要先经过 医师的咨询与同意 我觉得会比较恰当 那中医怎么看呢 像我们看到的 很多的迅菇类 或者是中药 很多的保养品 像有名的牛姜汁 林汁 东虫下草 这种真菌类的东西 都会生长在 比较阴暗超湿的地方 所以相对它的性质 也是比较偏良性 会有它的作用族群 比如说像有些比较燥热 或皮肤比较干的族群 会蛮适合用 这些真菌类的东西 它有达到一些滋阴清热的效果 可是我觉得是应该要适量吃 而且一定要用其他的东西 去配武 去治它的良性 否则像台湾 大部分属于海岛型 气候比较潮湿 大部分又流行一些 生菜生肌饮食 弄到最后很多的体质 我发现是皮胃比较虚 比较寒 那其实产生很多 皮肤上的问题 那我之前有一个 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 它其实是属于那种 弹湿的体质 它不是只有手腕脚腕 会泛红发痒脱皮 它连脸上都会长很多 那种大颗 浓泡型的痘痘 我问一下 它的一些平常饮食的状况 它很喜欢吃大鱼大肉 喝酒之类的东西 那我会建议它 大部分这一类 来到中医调养 都是经过西药很多的消炎 已经把一些状况 稳定下来 它会想要说 用中药可不可以调整一下体质 我建议它从饮食开始调整 最好自己带便当 吃一点素的东西 结果它真的是下定决心 可是我觉得它下定决心 太过超过 因为它可能考虑到 自己带便当 那个夜菜类不好保存 它就带很多菇类的东西 尤其像我们桌上看到 很多杏鲍菇 金针菇 它会觉得说 这样蒸便当的味道 比较不会被 比较不会像夜菜类变黄 可是我觉得 它吃了两个礼拜下来 皮肤并没有比较好 而且它皮肤开始抓起来 会有些肾出液 体质都已经变寒了 甚至它跟我讲说 吃了两个礼拜 发现说肚子很胀 很不好消化 排便出来都会有菇类的纤维 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 就是网骨不化 就是吃进去什么 它就没有消化 完整的拉出来 那像这种东西 反而会妨碍说 我们身体的机制 那所以说我们要吃素 最好是多元化 并且就像 我刚才看了 两位厨师的菜单都不错 会加一些香辛料 姜片 胡椒 去治它的寒性 那接着像我们民友大哥 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 番茄菇菇烧肉 而且厉害了 这个番茄油是 对 自己泡的 自己做的 因为一般有时候番茄很多 我就把它烘干 烘干之后用橄榄油把它泡着 这个是类似油制番茄 对 油制番茄 所以这个番茄一定要很干 对 要很干 我们看一下 这个番茄怎么做到很干 就是要用风干机 然后类似果干一样 对 就跟果干的做法一样 就是要做到这么干 这样就可以吃一吃 可以吃吃看 然后你泡了橄榄油 那就等于是油风番茄了 对 那这样它的风味 我发现跟菇菇很match 很合这个味道 那一般我发现 也有人偏食真的白白肿 我也听过那种不吃香菇的 还蛮多小朋友 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味道 就是因为太香 所以我今天准备的是生香菇 比较没那么香 好 那如果没有油风番茄的话 其实一般的烹调用油 橄榄油也可以做这个料理 所以我今天是用新鲜番茄跟油风番茄 刚好用橄榄油来做 它就比较有那个香气 好吃 对 它就有点像 已经吃不出番茄味了 对 已经吃不出来 因为它是 很干的 对 很干 它的风味会在这个油 反而会在油里面 它的番茄味可能都在油里面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煮 这个番茄的味道已经有出来 那我们就用一点爆香 还有洋葱 好 吃到后面有一点点像在吃 没有加糖的蜜茄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 比较不会有糖分太多 因为这是用大番茄 不是用那种剩女番茄 我们先爆炒的是蒜末跟洋葱 然后现在搅露下去 那你也可以用肉丝或肉片也可以 其实香菇料理也是满适合当便当菜的 因为它不像叶菜会绿会黑 所以你这样做起来的话 有点像把它做成肉燥这样 香菇的肉燥 而且你挑的肉燥 也特别挑比较瘦的部位 对 比较瘦的部位 所以它的油花其实也是少的 今天准备了三个菇 新鲜的香菇切片 然后美白菇 红喜菇 然后一起要入我们这一个菇菇料理 对 其实我们的菇菇 其实在买的时候新鲜的这些香菇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台湾 这种有一种蜜蜂包也蛮好保存的 其实买回去就直接放冰箱 不要把它拆开 其实我们常去参观过这种 台湾的香菇工业 农业非常发达 其实它们几乎都在那种 类似科技厂房在种 所以非常非常干净 都是太空包 对 几乎都太空包 所以还有它的环境 像科技厂房 它是定温定湿的 随时有保持湿气 所以它是非常干净的环境 不像一般种菜你还怕说蚊虫 这个什么灰尘 粉尘 所以基本上在做料理的时候 不用特别去泡水 不像洗菜 很多人会菜要泡水 怕农药对不对 菇不要 泡太多水反而有烂 对 反而会烂 好 我觉得菇因为小小一包 可能车子市场或者卖场 特价的时候大概20块 贵一点的时候没有特价也20出头 所以小家庭有的时候 冰箱常备的菜色之一 没错 没错 菇也是一个蛮百搭 蛮好的选择 是 像这个是美白菇 这个煮起来其实口感也很好吃 那我们就把它稍微捏开来就可以 好 我们刚刚爆炒了绞肉之后 香菇也跟着炒香 然后现在两种菇都可以下 那因为这个等于是 番茄的菇菇 在搭配我们的绞肉 所以肉是很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 但是菇就提供了植物性蛋白质的 营养素的来源 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干草 所以不用放太多水分 因为菇本身就有很多的水分 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 好 番茄 所以番茄有两个风味 对 这个新鲜的先加 等一下我们那个干的最后再加就好了 好 它的含甲离子含量也很丰富 摄取过多又高血甲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心律不整 甚至要紧急牺牲 没有煮熟的金针菇 就把它吃下去 其实它在我们体内会形成一个叫做 氧化二秋水仙碱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肠味道的黏膜 是会有刺激性的 最后有那个香气让它把它融在这个里面 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很酌量的加一点点的水 然后稍微焖它一下 只要利用它的水蒸气 一点点水蒸气 然后把它盖住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来 焖它一下 焖它到同时请教一下林医师 聪明痴咕咕 其实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一个 慢性疾病患者来讲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无类可以调整我们的血脂 那我其实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蛮特别的case 他是一个四十几岁的 一个电视台的主管 那原则上 那这次来是因为他胸闷胸痛 那他其实他没有任何的 不良的一些病史 或是一些不良的习惯 像抽烟喝酒等等 其实他都很健康 那只是跟我讲说 他在体检的时候 他胆固存是比较高一点 那就觉得他有点奇怪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 他有心脚痛的现象 所以是要安排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运动腺内毒检查 那我们在运动腺内毒检查 发现说他有心肌严重的缺氧 那其实他身材有点微胖 而且他饮食习惯 其实都是外食 那喜欢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 那原则上我们怀疑 是不是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那抽血也发现说 他的胆固存高达350 他的那个低密度胆固存 我们讲的快的胆固存 大概也接近300左右 就有一座青导碗 一座进去散尿血管 整个都阻塞了 那陆陆续帮他做了三条血管 才四十几岁 才四十几岁 对 这就是夸张 那原则上我们就是问一下 他之前他其实有家族性的 高胆固存血症 那平时他加上他饮食 并不好好控制 我们都知道虽然他基因 就决定了他有一个 高胆固存血症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饮食他也没有控制 所以原则上除了用药的治疗之外 跟一般正统的心脏科的治疗之外 另外的我会叫他做饮食的控制 像我会建议他做 摄取一些像是一些植物 植物的东西 像是一些菇类的 他就是可以调控我们血糖 跟这个所谓胆固存 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那原则上 他经由这个饮食的调控之后 加上他本身有运动 后来他的血脂也降到正常 后来后续的 在追踪的这半年来到一年之间 他就没有再有 这样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胆固存也控制得非常好 好 同时间没有大哥这一锅也闷好了 对 其实早上闷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绿色的食材 像是像芹菜 芹菜或者是你用卤筍 就是比较脆的口感的 有脆的口感跟有水分的 就可以来搭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点调味 加一点盐 着亮的盐 然后你因为自己有腌制 这一个番茄干 这个番茄的油风番茄干 其实最后也可以再入料理 对 那再加一点 黑胡椒 那最后你可以把它切 把它切一下 或者是整个 让它这个油的味道 最后再给它加到这个上面 好 而且那个番茄的风味 新鲜的跟那个油风的 其实两个味道不一样 味道都拌好之后 最后要上菜前再把这个九层塔 我就是把它切成丝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条状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丝 把关火之后 我们再把它拌进去就好了 这样味道才不会跑掉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就是菇不用太多的烹调 你关于水煮或火锅 你这样真的是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口感是很润滑的 我一直觉得它的烹调 它有一个黑胡椒 它还有它的油风的小番茄 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润滑 爽口又有香味 爸爸妈妈如果在煮菜 它可以多用一些巧思 小朋友就会吃这些 不想吃的一些食物 那我们直接讲说 菇类如此之健康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我就先举一个案例 其实我们只能有一个 慢性肾衰竭的一个病人 他平常的肾功能 大概剩下40分左右 那他不是糖尿病 也不是高血压 他年轻的时候就经常痛风发作 他一年会痛风发作三次次 那只要一发作 他自己都知道 隔天他说开始就酸酸的 接着就整个拇指就肿起来 那他每次发作 他都一定会去诊所 打那个止痛针 大家知道痛风发作 那个痛你很难去忍受的 尿酸本身痛风就会伤肾脏 打止痛针就会伤肾脏 所以今年累月下来 他大概四十几岁之后 肾功能就开始衰退 那他这一次 可是他自从知道 他肾脏衰退之后 他很担心他要洗肾 所以他非常重视饮食 他这一次来找我 他跟我讲说 洪医师 我不知道这样是对不对 他去跟同事去聚餐 同事都点那个 他们去吃火锅 同事当然就是什么 大鱼大肉啊 牛肉啊海鲜 他自己知道他不行 所以他点了 蔬食养生锅 蔬食养生锅里面 他说他送来 就是那些绿叶蔬菜 玉米番茄 还有一堆的那种迅菇类的 他只跟我说 他那天多加了一些金针菇 他觉得说应该还好 结果隔天还是发作 那次发作之后 那胜功能又降了十分 很快又掉了十分 我就跟他说 比较小看 逊菇类 他含的那个 普林的浓度 我们一直在讲到 普林高尿的时候 我们讲到 动物的内脏 海鲜类的 那事实上植物的 其实菇类 它的含量 每我们讲 100公克 含的那个普林的 都在200毫克以上 这个是不输于内脏类的 所以你要发现 尤其我举例 我们最常指的金针菇 大概每100公克 有250毫克的 那个普林的浓度 然后香菇跟杏鲍菇 大概将近300到350 然后草菇 那种小小那种 一颗一颗的草菇 大概500 那有一种叫珊瑚菇 那种小的珊瑚菇 高达900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种都是 很高很高的 那他又吃 为什么吃火锅 火锅他觉得那个健康 他会喝汤 那喝汤下去 当然隔天就发作 那这一类只要把饮食 调整过来 当然就会改善 我要建议的 其实肾脏不好的 吃这个真的要 比较小心一点之外 还要小心那个 甲离子过高的问题 驯菇类还是属于蔬菜类的 它的甲离子含量 也很丰富 摄取过多 高血脚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心率不整 甚至要紧急吸肾 所以这个 当然你去吃火锅 汤 因为所有的这些 我刚刚讲普林 甲离子会溶解 在那一锅的汤里面 所以我每次我们都味道病人 什么他们要吃青菜要烫过 只能吃菜 那其实我觉得 火锅是一个水煮的 只要你不要加很多 奇奇怪怪的沾酱 它是一个水煮 是一个很健康的烹调方式 没问题的 只是你汤真的不要喝太多 汤喝太多 那些什么矿物质 维生素那些 当然会进去 但是你肾脏不好的 就甲离子 尿酸也会跟着就进去了 那除了少数这种 体质的状况外的 那这个鱼食 中医基本上是 非常推荐菇类的食材 对 菇类在我们的古典 那个古籍中 有很多的形容词 就像武侠小说的讲说 成农本草经 他怕他列为上品 久伏轻生延年 疫气不老 这样的是比喻 比喻他的那个营养素 非常的集中 而且可以达到一些抗衰老 调节免疫的效果 可是呢 我觉得看到很多人 有这个迷思 就会常去吃一些健康食品 像一些东虫下草 林脂牛脏脂这些东西 那根据很多实验室 做出来 只有两个功能 是非常确定的 例如像牛脏脂的饱肝功能 还有调节免疫的功能 那其他夸大什么抗癌 或者是治疗百病的功能 是不存在的 他之所以这么滋补 是因为他入的经络 是肺经还有胃经 因为肺阻一生之气 跟人体的气机 调节是有关系 那胃经是管后天的 脾胃的营养吸收 他的营养价值是在 他归属的颈络 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定要 一味追求一些高档的药材 其实一般餐桌上的 迅菇类或甚至木耳类 就已经非常好用了 因为像美国或日本呢 他其实有在做一系列的 木耳的研究 尤其像那个木耳 有个别称叫银耳 银耳多糖的活性成分 萃取出来 在美国或日本 会申请很多的专利 用来做为 比如说皮肤的保养品 或者是健康食品的运用 效果都非常好 那我们餐桌上 其实也可以运用这个 比较看起来平常的食材 就可以达到蛮好的效果 菇类热量很低 也有维生素B群 帮助代谢 整个不仅体重降下来 它从严重程度的脂肪肝 变成轻度的脂肪肝 这些三高族群的病人 你可以多摄取一些高三指线 尤其像菇类这样的 都有注意控制你的血压 跟你的血糖 我之前有个病人 他去年秋冬天来看的时候 他有很明显的冬季痒 就是他大概是在四肢末梢的地方 尤其是小腿末梢那一段 常常被他抓到淋血非常多 他所经过的地方 都一大堆皮屑掉出来 他刚开始以为是肝咸 结果我看一下不是 他只是纯粹的冬季痒而已 他之前其实很懂得保养 自己吃了蛮多的燕窝 说实在的燕窝有他的效果 确实吃了一阵子 我看到皮肤有变得比较好 那有一次他跟我讲说 燕窝这样吃下来 真的很花费很高 有没有比较能够取代的 我就说你试试看木耳 我们终于在看木耳 除了能够滋阴以外 黑木耳还有活血化育的效果 其实很多实验做出来 黑木耳有一些抗 一些血小板凝结 或者是一些抗血酸的效果 尤其对于他的老人家的体质 因为老人家体质 会有几个地方比较干燥 例如皮肤 还有呼吸道还有排便 尤其那个老伯伯又干又瘦的 然后排便出来也都是很硬 常常他会有一些过敏肝壳的状况 那我会建议像木耳 迅酷类的有一些凉润的效果 那个效果就不错 那他太太也蛮帮助他的 就是在餐桌上做了很多的变化 一下子木耳 木耳甜汤 那或者是炒木耳 或者是木耳放白粥下去 大概这两三个礼拜以后 我发现我用药就可以越来越少了 他一般的食善 就可以取代他的日常生活保养了 那问一下郑医师 还有一些人会用姑姑来减重 但是也要选择对方法 对啊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之前在门诊 遇过一位二十多岁的妹妹 然后其实他也真的没有很胖 他只是有一点点小腹 对 那时候就是网路上在流行 就是一位日本博士 然后他就分享 每天只要喝一杯金针菇茶 你就可以在几个礼拜之内 减掉百分之二十的体脂肪 那听起来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心动 非常的诱人 对 所以他就去照着那个网路上的做法 他先把那个金针菇 就是拿去晒太阳 他说要晒干 然后晒干之后 这样子啊 这样子直接先晒干 对 他把他拿去晒太阳 说要晒干 然后切碎 然后切碎之后 再把他拿去 就是冰在冰箱里 然后每一天就拿一份出来 然后泡茶喝 他说这样连续喝几个礼拜 就会有减重的奇效这样子 然后他也真的就是乖乖的去做 那前几天还喝得蛮起劲的 可是喝到后面就觉得 味道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 可是因为菇类本来就会有味道 尤其是 就是你没有完全住手的时候 所以他那时候不宜有 他就继续喝 大概喝了两个礼拜 他真的受不了 因为那个恶心呕吐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那甚至后来开始拉肚子 所以他才来门诊 那其实我们就是去分析回想 他就觉得说 其实你去晒太阳 你真的没有办法像 例如说我们用风干机 没有办法煮熟嘛 没有办法像风干机 完全的风干 然后你又把它放去冰箱 然后潮湿的环境 就是保存那么久 其实它已经有点变质 对 而且你在泡茶的时候 其实它也没有一个煮开的动作 它可能只是 我把热水加进去 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完全的煮熟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它后面的肠胃炎 那很多人就会关心说 那精神菇到底能不能够减肥 那其实它本身 它的热量很低 然后像刚宏医师所讲 它里面其实有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维生素B啊D啊 那最重要其实它本身 也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所以其实一方面 就是它可以刺激肠道蠕动 然后做好体内环保 那二方面 其实它可以吸收一些油脂 然后减少油脂在肠道的 就是吸收这样子 所以其实精神菇 对于减重的人 它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选择 对 其实你就是平均去摄取各种菇类 我觉得都可以有类似的效果 对啊 那另外就是 要提醒各位就是 没有煮熟的金针菇 你把它吃下去 其实它在我们体内 会形成一个叫做 氧化二秋水仙碱 那这个东西 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道的黏膜 是会有刺激性的 对所以其实 如果你没有煮熟 对你没有煮熟 你吃下去 反而容易造成就是肠胃炎 这是要非常要注意的 而且林医师也要提醒 其实你们临床的经验上看到 心血管疾病 年轻化的现象是很明显的 是的 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已经不再是中脑年人的一个专利了 我自己本身有遇过一个 很年轻的一个心肌梗塞的患者 他是一个37岁的男性 那来的时候就是急性胸门胸痛 那运动之后突然大痛起来 所以原则上我们帮他看一下 他就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那原则上我们坐进去的话 他那右边的冠状 动脉血管整个塞住了 整个阻塞了 所以经过心脑丸的治疗之后 他就改善了 回顾他之前的一些病史 跟他一些所谓饮食的习惯 他比较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像是素食 因为年轻人喜欢就是球快 就是喜欢吃一些西式的食物 那原则上他比较不喜欢吃一些 像是菇类 或是一些青菜水果之类的 那经过我跟他的卫教之后 跟他讲说 你应该要多摄取这方面的一个饮食 尤其是菇类 像是心肌梗塞的患者 我们都怕他血栓生成 那刚刚中医师有讲了 有一些特别的菇类 他有抑制这个血栓的形成 和抗这个血小板凝集的作用 像是黑木耳等等 那其实我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心肌梗塞的患者 或是冠心症的患者 平常有些老人家 他吃了这个所谓的 抗血小板的药物 像是阿斯品之类 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出现 那又不能不吃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说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吃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些 菇类有一点抗血小板凝集作用 来做替代 从饮食上来做调整 对他的所谓的预防 他的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他更愿意去 去使用这些菇类的东西 让他预防他的心血管疾病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柯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菇料理 今天要烧的是三杯蘑菇鸡 实际上本来我们在做素菜的时候 我们把蘑菇水煮过以后 挤干水分再炸过 然后再去做三杯的做法 吃起来那个脆跟甜 你没有办法想象 好像要吃鸡鸡 就是当时我们在设计素菜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类似的做法 就比它简单一点 我们放了一堆蒜头进去 跟老姜 蒜头跟老姜 就是三杯的一个基本做法 三杯其实要有麻油一杯 然后酱油一杯 米酒一杯 这是传说 但是你要看实际状况 我们今天的烹调方法 会稍微有点调整 就是我会把调味放到最后才加 三杯并不一定一比一比一 要看食材的总量 还有就是菇类 菇类它水分多以外 相对的菇类 它跟根筋类一样 很会吸咸 所以你要给它的咸味 一定要最后才给 你不能 不然会太咸 要不然它把所有的咸味 全部吸走 然后再把它鸡腿肉放进来 你不用等它就说 全部都变颜色 你就可以把这些菇类放进来 我今天这个是两盒的蘑菇 我放了两盒的蘑菇 一般来讲 我们在市面上买蘑菇的话 大概一盒大概就是五六十块左右 我今天买的就是大的 我把它对切 然后我这是用纸巾擦 因为你不能用水洗 你水洗的话 它三分钟就氧化 就很黑很黑很黑 现在下锅的是杏鲍菇 杏鲍菇 一般来讲 很多人就喜欢用杏鲍菇 我今天是强调在用蘑菇 今天强调用蘑菇 等一下你吃起来 蘑菇的口感不会输给杏鲍菇 因为很多人 现在连夜市都有在卖那个 三杯杏鲍菇 好蘑菇什么 对 下次如果说 你可以用蘑菇的话 你用蘑菇来试试看 真的很好吃 给大家点米酒 那我们焖一下 这个时候一小杯的米酒 对 然后我们先焖一下 不用米酒焖 我们在选菇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要保存它 它这个东西以前很贵 它要保存的时候 它必须要全部都撒 谢谢 才能去放 那我们在选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你这个菇类 一般来讲 它你放在家里面 大概就三天 三天时间OK 冷藏 那你只要 你在选的时候 只要看到 上面那个包的袋子 或者是保鲜膜 上面有水酥 表示这个回家只能一天 OK 因为它已经 不够新鲜了 快要坏了 因为它温差的关系 它可能从热的地方 换到冷的地方 这样换来换去以后 它已经受潮了 因为温度的关系 它水分出来以后 它就要派 所以你看到有水珠的话 就只能一天而已 其他的菇也是一样 一般在新鲜 这么大的话 一般如果要保存 超过一个礼拜 你就要每一个新鲜 上面都要用个纸巾 把它包起来 纸巾三天要换一次 因为它有水分 它帮你吸潮湿了 所以一般来讲 所以现在买菇很方便 我觉得就是 每天去市场里头去买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台湾因为到处 都有超级市场 现在连便利商店 有些说 都有 莫加上放到小包装了 所以真的不要买一大堆 然后放到不新鲜 对 没有错 然后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菇 你看它水分 都已经跑出来好多好多 它已经水分出来以后 我们这时候再来调味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调这种菇类的东西 一定要切记的一点 最后才调味 洗锅以前 准备洗锅以前 我们再去调味 这是酱油 然后放上冰糖 这是我们基本的三杯的做法 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可以吃辣的话 其实这时候放一点辣椒 是蛮好吃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辣 或者你要做给小孩子吃 你把辣椒的部分 换成是甜椒 把它放进来 对 因为这种东西 生的都可以吃 稍微给它拌一下 让它受到热 它就可以吃了 然后最后最后 也是像三杯离不开 就是九层塔 这时候我们再把一些九层塔 放进来跟它稍微炒一下 我们九层塔这样拌一拌 它熟了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大蒜味 姜味 麻油味 真的非常浓郁 可是你睁开眼看它的食材 怎么感觉 好像是清蒸水煮一样 其实没什么油粘在上面 没什么颜色很黑很深的那个 吃下去是一个健康版的 里面都是一些健康的一些 我们讲有甜椒 有菇类 其实三杯为什么在饮食界值 很多人进去热潮店 一定要点三杯 因为味道太诱人了 可是为什么健康 一些健康专家都反对 因为就是油盐糖 吃进一大堆的那个热量 我要吃健康的食物 但是我们在美味也不打折扣 我们还是要追求美味 学习这套料理 真的是又健康又美味 很赞的 台湾有一个很严重很重的病 叫代谢症候群 那很多人开始过了中年之后 肚子就开始大 男生大于90公分 女生大于90公分 你去做这些代谢症候群的超音波 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叫脂肪肝 都轻中重层住 我就举我最近碰到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50几岁的上班族 来我这里他很紧张 其实他说他最近体重在增加 公司每一年的体检 他的那个三 反正就是三高 血糖高 血脂肪就开始高 然后他在血糖 也还没有到糖尿病 开始变高 尿酸也高 因为他是一个小主管 可是他们在有一次 在那个开会的时候 他就是打瞌睡 那打瞌睡呢 我们讲说初老症状打瞌睡 其实代谢症候群 就会打瞌睡 那打瞌睡 他就提早睡觉 可是提早睡觉 隔天还是很累 这个叫做 我刚才讲 这个症状叫疲劳 疲劳不是你睡觉 就可以改善 很多时候那个疲劳 你尤其是代谢造成那种疲劳 你要针对代谢去改善 那他疲劳之后 他就很担心 他的上面的主管 就跟他 你如果在打瞌睡 可能会被中年失业 那他就来找我 大概看一下一些基础的那些肝肾功能 他的GOT高达120 就是肝指数大概一般的 大概一般在40 他在三倍高 那我当然就扫个超音波 验一下有没有VC型肝炎 都没有VC型 没有病毒性肝炎 但是他的确是 他的报告就一个严重的脂肪肝 脂肪堆积在他的肝细胞里面 我问他有没有吃什么消夜 吃什么能减的那一餐 他说其实他很容易肚子饿 其实代谢症候群会肚子饿 因为那个胰岛素 主抗胰岛素变得很高 胰岛素会让你肚子饿 而且你很喜欢吃一些面包 饼干 吃到那种甜肚子的食物 那吃一些 他本身本来就喜欢吃肉的 他吃淀粉类吃肉 我跟他讲说 要骗你的饱足感 你吃迅菇类的 你肚子饿 晚上工作回去肚子饿的时候 就吃一些金针菇 雪白菇 杏鲍菇都可以 那你知道菇类热量很低 纤维让你饱足感 又维生素B群 B群会帮助代谢 纤维又可以包覆油脂 那又很多的矿物质 会帮你的那个代谢 所以他就开始吃这些逊菇类的 整个不仅体重降下来 我刚讲他后来 在追踪他的那个肝脏超音波 他从严重程度的脂肪肝 变成轻度的脂肪肝 大家不要小看脂肪肝 脂肪肝久之后 一样会产生一个叫肝衰竭 肝纤维化 甚至产生肝硬化 国人以前都是BC型肝炎 造成我们的那个 在每一年肝病死亡8% 是很高的 那你所以任何有一些代谢症候群 少个超音波 如果脂肪肝气 真的可以多摄取 迅菇类的一些食物 那问一下这个中医师 很多人说香菇是发物 有没有人吃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其实不是只有香菇 包括带壳的海鲜 或是竹笋坚果类 或辛辣的东西 都很容易诱发过敏的状况 我之前有一个患者 是乳癌第二期 他经过了很多一些常规的治疗 比如说标靶药物 然后化疗电疗这些东西 那有一次来我们诊 其实我发现很多癌症的病友 都会有个心态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寻求第二的医疗 不要免于那些化放疗的痛苦 我鼓励他为了自己的安全 一定要坚持那个所有的西医 帮你安排的所有疗程 那中医能够帮忙你的是减轻 那个化放疗的副作用 例如像口干舌燥 或是肠胃道消化不良的症状 而且加上他电疗完之后 他局部的皮肤是非常的红肿脱皮 都会有一些可能高能量的伤害 那这些东西 我们用中医的清热之音 就可以解决了 不要去害怕说常规的治疗 我建议他可以摄取一些菇类 或者是多糖体的 像一些山药 秋葵这些东西 可以达到一些滋润碾膜的效果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过度解读我的话 那于是呢 我看他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 多了很多的健康食品 比如说像猴头菇 民间传说猴头菇可以顾味 或者是一些巴西蘑菇 还有一些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菇类 开始出现了 他大概吃了两三个礼拜 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 全身性的蕁麻疹 那蕁麻疹在过敏的时候 我就问他的病史说 那过去在乳癌之前 会有过敏的病史吗 他说确实他女儿从小到大 他皮肤就不太好 季节一交替的时候 就很容易失诊 过敏之类的东西 那像这样的体质 我建议如果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比如他现在正在化放疗 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 迅菇类的量要管控 并不是说盲目的大量的吃 不是只有餐桌上的迅菇类 包括一些萃取过 高浓度的一些健康食品 可能也要管控它的量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所谓的发物 会诱发身体的免疫混乱 这样子 而且曾医师也要提醒 观众朋友真的不用迷信 非常高价昂贵的这种 号称有一大堆疗效的菇 真的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有点久了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以前就是在门诊 有一个固定的老病人 他大概六十多岁的男性 然后他其实原本都是 只是固定拿高血压的药 那控制也还OK这样子 他就是有一阵子 他大便都有血 对 然后他最近觉得 那个血变多了 他说是不是痔疮 那可不可以开药给他用 这样 那后来我查了他的资料 我发现他有大肠癌的家族史 所以我就趁机就是说服他说 那你要不要干脆直接去做大肠镜检查 那没想到他去检查 他真的在就是在大肠镜的结果里面 发现就是在职场 靠近肛门的地方 已经有一个五公分的肿瘤 外科医师有跟他说 就是你这个太靠近肛门 所以有可能要做人工肛门 对 那其实当时 这样生活就会比较不方便 当时我有就是尝试去说服他 我就说因为其实影像学检查 并没有看到远端的转移 所以最差最差他可能就是三期 对 那三期其实 他的五年存活率其实还有到六成 所以一定就是不要放弃治疗 可是阿伯就说我不要了 然后他就回家 然后就失联了 对 那我从此就再也没有在门诊 看过他 可是后来大概过了半年左右 我是在急诊遇到那个阿伯 那那时候他的腹部电脑断层 已经发现他的肝脏里面 已经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转移 扩散了 对 而且他人已经陷入昏迷 那所以其实后来 我是跟他儿子就是在聊 他就说他爸其实 后来就是拒绝一切的习疫治疗 但是他有透过亲友介绍 就是说有人就是吃牛脏汁的补品 然后光靠那个东西 他的肿瘤就消失 所以他前前后后已经花了就是上百万这样 去买那样一个补品 可是他觉得他儿子自己觉得 就是爸爸的状况其实没有变好 反正越来越虚弱 那这个病人其实后来也真的就是住院 后大概两个礼拜他就过世 因为拖得太严重了 对 那其实孤类他这个东西 他可以加强免疫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糖体 那有些孤类他另外还含有一个成分叫三贴类 对 那有一些人他部分的实验 就会认为说 其实这个东西他对于就是在抗癌的辅助治疗 还有部分的效果 但是我必须要呼吁大家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比较高价 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 在癌症的时候去补充这样的一个健康食品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吃 你正规的治疗真的不要放弃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临时也要提醒观众朋友很多人误以为高血压才会引起心脏疾病 其实高血糖一样会有心脏的负担 那原则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血压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因子之外高血糖也是 那我们像有一些食物的话 那可以调控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 那其实这跟肥胖也有关系 那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 她是40几岁 其实蛮年轻的一个女性 那身材有点微胖 那原则上她本身那其实家族是有高血压的病史 她来的时候血压她是150左右 那最近可能是生活压力比较繁忙或是压力比较大 所以她的血压突然窜到160 170 那原则上我们都知道 她一来的时候我说那我们可能要血压要控制 要吃高血压药 可是第一个病人 病人通常第一个反应就说 我不想吃这样吃要吃一辈子 那我就说如果你不想吃药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先帮你做减重 就是帮你做体重控制 刚刚洪医师也特别提到 就是我们孤类的话 那有一些高膳食纤维 也可以控制我们的血糖 那也可以达到一些减重的目的 所以我会就叫病人说 那你可不可以在影子上先控制 第一个要先戒除 你现在喝这个含糖饮料的习惯 另外的话多运动 然后多这个多摄取一些高膳食纤维的 那不要吃太咸的食物等等 那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她回来的时候 她的其实她的体重 已经减少5到10公斤 那她血压一两 大概都回到大概130 140 我就说那你可以再观察 看不用再吃药 抽血血糖也回到 几乎回到正常 所以原则上可能在这边 还要跟大家讲说 饮食控制非常重要 尤其有这些三高族群的病人 你可以多摄取一些高膳食纤维尤其像菇类 这样的一个食物 或者是蔬菜水果等等 都有注意控制你的血压跟你的血糖 那节目最后 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丁玲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薰菇类的食物 真的是我们现代人饮食 这些代谢症候群的好朋友 但是还是有几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说趁新鲜的时候 把它买回家之后就要冰冰箱 那在尽早在新鲜的时候 就把它食用完毕 那如果发现在保存的期限之内 它还是有一些发霉味道不大对 或说有一些像发霉的现象的话 那个就不要再吃了 第二个我们讲说高血压心脏病 代谢症候群 真的可以多摄取这些迅故类的食物 可是只有一个叫做 你有高尿酸血症痛风 或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 在摄取的时候要小心 它的一些普林还有甲离子的浓度 佐量摄取才是正确的 好 谢谢洪文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曼蹄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赏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